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愛丁寶蘇蛇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完姜濤在科學園裡的一個分享之後的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置身在科學園之中 甚至可能你會在銅鑼灣的姜海裡 又或者你在世界各地好像我一樣 在英國的倫敦一起進行一些 慶祝姜濤生日活動,做很多很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你是置身在科學園裡 也歡迎你在留言裡告訴我 當時你的心情究竟是怎樣 如果你並不是置身在科學園的話 也歡迎你告訴我你的感受 我看完姜濤的整個分享之後 我只能夠用兩個字去形容 就是感動 我沒有想到一個24歲的年輕藝人 一個當今隻手可熱的藝人 他是可以這麼謙虛、這麼謙信 這麼充滿著一種包容和一種愛在裡面 坦白說,這次的分享 是我看了這麼多次姜濤分享以來 我覺得他是最舒服的一次 因為可能有些時候面對著記者 又或者一些居心不良的媒體 當他回應問題的時候 可能都會去想自己的用字 或者某些句子 會不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揣測 或者誤會或者報道 但我這篇分享 姜濤這篇的感言 我覺得是送給一眾姜濤家書 我想這個名稱是很準確的 他是好像寫著一封家書給你 是好像對著最親、自己最珍愛的家人 所以我雖然是隔著電腦去聽他這篇的分享 但沒有了我感受到他對家人的那種愛 就是對大家的那種愛 當他站在舞台上和沙特蛋糕和小姜濤 不是大姜濤 兩個大姜濤一起去見大家的時候 我只聽到整個環境 大家是一個很熱烈的支持的歡呼聲 在裡面盛載著大家對姜濤那種風雨不改的愛 說真的去哪裡找呢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是喜歡等人的那些 我自己真的不是那麼喜歡等人的 人家遲到我真的心裡是有點不開心的 如果他再遲的話 我就會覺得他有沒有尊重過我等等 其實等待一個人是很難熬的一個時間 但大家仍然是風雨不改地去等待姜濤 早上去慈善行員 然後等了很多一段時間 就有這個驚喜 雖然這個驚喜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公開秘密 但當他一出現的時候 大家真的很著弱 很興奮 很開心 和聽到他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也很感動 我聽起來的時候 雖然我置身在十萬九千里的愛丁堡 但我也覺得他那句說話 是完全到達到愛丁堡 甚至到達到我的心裡 不如說一說 姜濤複述他說些什麼 他在舞台上很多次地去多謝大家 他就這樣說 很想跟大家說一聲多謝 因為我沒想過 今年年頭發生很多事之後 你們還在 我有心理準備 我可能需要重生來過 因為我給自己心態也是 就算你們可能因為一些事 不支持我而離開 我也不會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 確實是自己在很多事情方面 沒有做得可以令到你們覺得很驕傲 但你們還在 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我只聽到這段說話 我已經覺得很激動 激動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相信姜濤在年頭戚叉事件之後 又或者自從去年的演唱會 意外之後 戚叉那個位是一個很大的導火線 都有坊間很多不同的批評 無論是善意還是惡意等等 面對著這些聲音的時候 我相信他是很難捱的 是不容易過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他不只是想自己 在這個期間所面對的一些壓力 他反而是把那個焦點 放在你們那裡 是擔心大家 是因為姜濤 而日子覺得 不是那麼好過 所以他也說 也可能要想過要重新來過 但沒有想過大家仍然在這裏 我想說 其實你每說一句話 或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或者是你在世界上的出現 存在 已經是很多很多人的驕傲 是很多很多人 是以你為榮的 我知道你未必喜歡 生活在這個讚美星之中 但我很肯定地去說 我是很欣賞你這個年青人 是覺得你這個年青人 是很有很好的人品 還有一個很廣闊的藝術視野 還有你對世界的那種關心 那種關愛 我覺得是令我很感動 或者對某些人來說 他們永遠不會明白 他們只會抓住某一點 然後自己不停地大發議論 但我覺得 你面對著這個年青人 真是請你說話到此 還可以說些什麼 一個二十四歲的年青人 他沒有生氣過你 他沒有恨過你 他反而心裡是一種包容 一種堅礙 縱然你是惡意地去貶低他 去踩低他 去踩低他 將他放在地上不斷踩 但是他的心 仍然是存有一種什麼 一種善意 是很難找到這一種尾善在裡面 是不是 所以之前說 聖經裡面有說 你要寬恕李定人七十個七次 就是無窮無盡的意思 我覺得姜濤是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面對著一些外奸的流言蜚語 一些惡意批評 但他仍然採取一個很積極 很正面的態度 一個很強的正能量 去將所有的批評 或者惡意的抨擊 轉化成一種動力 令自己可以繼續去改善 繼續去前行 我覺得這一點是真的很好 他再下去就怎麼說呢 他就這樣說了 沒有人是完美的 雖然你們很多人覺得我很好 但我不是那麼好的人 我都需要進步 我不希望大家心裡 是將我放在第一位 我希望大家將自己放在第一位 多些照顧自己 看到你們通宵排隊 都不知道想怎麼說 你看到嗎 你看到姜濤說的是什麼 他跟大家說 我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很真實 有血有肉的人 我都未必是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完美 我都需要進步 這個完全是一個謙虛 謙虛的態度 我教了這麼多年的戲劇 我肯定他不是扮演 肯定不是演戲 我只是拍胸口可以保證 這個年輕人就是這麼單純 就是擁有這一夥赤子之心 而很多的hater就是 以小人之心到君子之腹 我希望要收手 你面對著這個年輕人 你實在是 你於心何忍 而姜濤的就是 我不是很好 你們愛我 我知道你們很愛我 但你記住 不要將我放在第一位 是要將自己放在第一位 無論是你們的生活 或者你們的作息 或者你們的心靈 都要好好照顧自己 這個偶像在哪裡找 過去的偶像就是口說 大家回家做功課 溫習多些 但反過來 很希望你繼續去 每一次去支持他 又或者是他出些什麼 瘋狂地去買些什麼等等 以前的偶像 就真的是藝人 虛藝的藝 當然總有一些是 真的藝術的藝人 但在我心目中 姜濤一定是不裝作 是做自己的一位 而他也很關愛大家 叫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心靈 還說希望你們 還記得在你的生命之中 有一個人叫姜濤 他曾經帶給你開心 到這一刻 我相信有些粉絲可能就是 雷崩 我自己看下去的時候 首先很感謝 姜濤香港後援會 去身為主辦單位 主辦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慈善行 還有預備了這麼多東西 你們真的很好 你們 將你們收集到的資源 去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也提供了這麼好的場景 讓姜濤對著所有愛惜他的人 或者無論支持或者不支持他的人 都有一個姜濤家書 我覺得就是你們 製造了一個很好的場景 所以我一定要很衷心地感謝 姜濤香港後援會 去主辦這個慈善行 當然也一定要感謝姜濤 這個這麼真摯 這麼動人 這麼直入深陷的一段說話 我自己聽得很感動 很感動 我也立定決心 就是無論下年多麼難請假 我都必須430 都要再次出來 都希望所有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雖然430在今年已經過了 但我相信大家對姜濤的支持 大家對姜濤的愛 是不會停止的 而你們當然是有不同的方式 去愛這位偶像 去支持這位藝人 大家就用自己的方法 用大家覺得最舒適 最好的方法去支持就可以了 而我自己都仍然會在網絡之中 堅定不移 努力不懈地 去繼續為這位的年輕藝人 去講公道的話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姜濤 繼續支持香港 值得支持的藝人 讓我們的時間 花在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身上 外間的流言蜚語 外間的恨人 真是一笑自知 各位朋友 祝願大家平安、幸福 再次祝願姜濤 今年有一個更加摧殘的星徒 更加好的發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再見